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省 农民利用当地独特的传统农作技术 来更好地应对变化莫测的未来 他们成立了合作组 收集和保护农家种子 培育和改良稀有的本地品种 都安县弄绿屯的村民们 种植了很多有传统特色 并且抗旱高产的本地岛 每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口感 每年他们都从中选出最好的种子 以供下一季播种 鸭子被重新引入稻田 以实现生物防治的目的 种植健康的食物实际上同样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 因为我们平时杂交水稻的话 一亩是值得神收入四百多块钱 我们这样搞生代送食以后 一亩是最多到两千块钱 一亩 第一兆 如果是双击稻的话四千块钱 此外 出售鸭子也可以赚取可观的利润 有机鸭肉更利于健康 因此市场价也更高 把农产品直接卖给顾客 能让农民们获得更多利润 当地的一个环保组织 创立了土生粮品有机餐厅 并在南宁 柳州和昆明等地 开设了分店 每一样食材都是有机的 且都来自本地的农业社区 菜品全部取材自本地的传统作物 顾客享受到了有机的健康食品 农民也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润 陆荣宴一直在践行循环农业 和有机农业耕作方式 并把自家的农产品供应给这家餐厅 在它的家乡上古拉屯 农民们正在种植本地玉米品种 以保持玉米的遗传多样性 在广西玉米研究所的科学家的帮助下 农民们也参与了联合育种项目 并培育既美味又抗旱的杂交玉米新品种 两个玉米品种的结合 往往能创生出更强壮 更有活力的植株 呈现出比副本和母本更显著的特性 农民们已经学到了足够的知识 来自己实施杂交育种 今天他们收获的是玉米母本 而在村庄的另一角 玉米副本正在静静地生长 它就通过这个杂交 我们就叫做副本母本 这样子的好像墨白的比较好吃 墨黄那个颜色比较黄 比较好 我们就背起来的 就又好吃又好干 广西的农民们已把他们的抗旱玉米品种 分享给了饱受旱灾折磨的三个云南村落 在石头城已经有整整五个月滴水被降 这里的村民依赖山上的泉水来浇灌作物 但是他们采用的仍然是古老的水渠慢灌系统 一次只能灌溉一块农田 因为久未降雨 山上的泉水也逐渐枯竭竭 导致山脚处的农田日趋干旱 何秀英需要自己动手浇灌她的菜地 她很高兴地看到 这种抗旱杂交玉米 在干旱的环境下仍能良好生长 石头城住这个市我看完全可以种 你看嘛 有几棵 你就发一棵地去就粘出来一棵 通过让农民参与到保存生物多样性的行动中 和科学家共同培育更好适应气候变化的品种 以及启用传统农耕技术 用可持续的方式种植和保护作物 人们能在不可测的未来获得更好的食品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付 来应对气候的变化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